來自浩荒的消息 一天上去年協定到日報協定分家地区 為它特色舊新企車庫跟殘英科 已經學生典現半年的學習生庫 殘英科學生典現沒有很久看的中華料理收購條工 另外殘英科年度性輸出未來 也連續三個禮拜登場 學生為計算成本原發採訊到餐廳的佈地 學生如何經營一間餐廳 一天上特色招生時尚廚藝般的學生 拿著菜刀切紅菜頭 並切出各種動物的形狀 要來做料理的水花片 其人的名字清筆叫做蔬果刀工 是現在餐廳集合當中很少看的基本工夫 另外學生要現場修圖的 料理麻油炒豬肉 說了不可以開大火 菜菜一開始要注意的時候是麻油 先熱鍋然後麻油要下去用小火去煸 因為如果開大火的話 它的那個麻油的味道會苦掉 我們會用梅花肉片是因為它下去炒的時候 比較不會老 然後刺起來的時候比較不會柴 然後大概炒至半熟之後 再炒至半熟之後 我們再加入水覆蓋到食材 然後食材再加入米酒跟鹽調味 然後再加入我們剛剛前置信先 為了節省時間先把青菜燙熬的再放入 然後起鍋再加入青蔭菜白盤 這樣就OK了 另外在跟餐飲科的全國教室 三個學生分組基本吃不完 有人會做前菜有人會做煮菜 還有飲料甜點是完全比較餐廳的模式來試買 我們把他們從一年級到三年級 整個課程去做一個統合 讓他們實際去運用開一家餐廳 所以他們會從開始設計菜單到佈置到餐廳的一個形式 然後自己去做行銷自己做成本的控制 那今天他們就是他們的試賣會的一個成果的一個展現 合一天上表示 我當時要不用學生對菜營經營 還不斷發生菜式的能力 可將學生三年來學的性格 不過是老舍分手打幾分 學生發肥創意的性格 已經成功受到人家的困難 謝謝孝雅鳳 美鳳兄 蔡鳳博德